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你像我你不像我 偏偏不告诉你 你爱我你不爱我 这是一个秘密 假如你的装酷 我难免生气 我只好承认我 百分百在意 你是无谓的奇迹 全天下最爱你 你是我命中注定 没人比你美丽 你只陪我好吗 我最爱的你 我对你轻声说 我愿意 我对你大声说 我爱你 好的 谢谢 你有没有看见昨夜与我一起的那位公子啊 好像一早就出去了 小鸭 你去哪儿了呀 我四处都找不到你 还以为你要丢下我一个人走了呢 我是那么不讲义气的人吗 这可不好说 我昨夜想了一袖你说的话 觉得你说得有道理 我不该就这样甩开手走了 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那你决定回去了 嗯 那你干嘛一大早不见人吓我一跳 出去办点事情 那咱们什么时候回去 现在 好 小姐 我炖的虫草汤 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 好歹喝些汤补补身子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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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在一起啊 怎么了 我说你在这儿坐了一整天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去找如大夫看一看 我没事 姬月 你说 堂兄妹能在一起吗 什么在一起 小姐 你是说那种在一起啊 当然不能啊 堂兄妹同样的性不能在一起 表兄妹同样的性不能在一起 才能在一起啊 怎么了 没什么 这位是我新昭的同弟 他和他姐姐一起来拜师学医 小艾 你不是出城去了吗 哦 我姐刚跟顾少爷很好了 顾少爷 顾少爷 我最喜欢的 就是性子严了些 不过毕竟在外流露了十多年 肯定吃了不少苦 那你觉得颜夕哥哥带她如何 大少爷这个人 对谁都冷冰冰的 却经常和婉儿小姐欧气 还喜欢捉弄婉儿小姐 兴许是不太喜欢这个妹妹吧 人往往在意 却假装不在意 喜欢 却假装不喜欢 颜夕哥哥总是跟婉儿怄气 却总是在意她的一举一动 小姐 你是说 他们俩是一对吗 别乱说 季月 快准备一份新的虫草汤 我要出去一趟 好 是 我来吧 那你自己先回宿局队 我先回去了 好 你安心去办事吧 你 给我吧 我去去就回 你就别跟着了 是 姑娘 你没事吧 快让我看看烫伤了吗 没事没事 使我不小心撞到您了 烫扰小姐了 大哥 这是我母亲这些年 偷偷置办的私产 能处理的我都处理了 还有一些房屋地器来不及处理的 一并交给大哥 哥 我不是希望你原谅他 我只是希望 我能为顾家做点事情 我听袁双说你要离开顾府了 是 所以你就把这些当做事弥补 你以为我需要这些吗 我知道这些都是杯水车心 你在乎什么 你说我都愿意去做 我在乎的是你 从小叫我大哥的弟弟 大哥 我最近忙于奉官之事分身乏书 需要有个信得过的人 帮我赞待云心堂 除了你 我想不到别人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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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guna 只是 哎 欸 那 有 страх もうée 这位小哥 你是 程姑娘是吧 你先等等 我这就把如大夫给你叫来 先别叫如大夫 今天我来 还有些别的事情 你们这儿 有没有一位新来的小学徒 腿脚有些不利索 你要找苏小安是吧 小安 有人找你 来了 你就是苏小安 我是 你姐姐让我来给你送些吃的 您认识我姐姐 她今天有些事情 本来想给你亲自送来 好给你个惊喜 可惜被事情拖住了 我跟你姐姐在顾府是好朋友 顺手帮她个忙罢了 我姐姐进来可好 她一切都好 那我就放心了 你先去忙吧 那谢谢你了 天宇姑娘 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这阵风你也认识吧 苏小安的姐姐 小安的姐姐啊 你不是说 苏小安的姐姐在这儿拜师学艺吗 那是曾经的事了 那现在呢 现在我也不大清楚 现在 她想必是在顾家当小姐顾婉儿吧 我真没想到 那个婉儿小姐是假的 还跟颜夕哥哥好上了 嗯 我 我 你一早就知道对不对 不不不不 你还不告诉我 看着我傻傻的喜欢顾颜夕 看着我出丑 没有没有没有 这 千语姑娘 你听我解释 如荫大夫 我原本以为 所有人都会骗我 唯独你不会 我没有 你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 千语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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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听我解释啊 千语姑娘 我来吧 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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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他们说我弟弟死了 我是个孤儿了 以后再也没人拐教 没人疼爱了 傻孩子 你还有奶奶呢 可是他们说奶奶年纪大了 也会死 乖孩子 竟说傻话 奶奶会好好活着 守着顾家的家业 直到我的小芸汐长大 能够操持家业 娶其生子的那一天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来 听奶奶说 未来顾家也需要你来做主 小芸汐 你别怕啊 嗯 奶奶 你放心 芸汐一定全力守住顾家 你要能够考虑 谢谢你 你不要听谁 频道 你的 你能够劝 帮助有什么 这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少爷 不好了 大少爷 二少爷 怎么了 也不知道是谁 把这个凤冠的事情传出去了 现在好几个商户 在那个云心楼 吵着闹着要退货 掌柜的劝不住 现在就派人来找大少爷了 但是大少爷 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 他刚睡着啊 这 现在是大哥让我暂时代理云心堂 要不我去看看 那我也去 行 走 反正这货我是退定了 就是 你家的货不好卖 也不能砸我们手里 是啊 你给我们退掉吧 退了吧 退了吧 各位掌柜的 稍安勿躁 二少爷 有什么问题呢 咱们坐下来慢慢商量 你是谁啊 跑这里直手滑脚的 这是 这是我们顾府的二少爷和顾府的小姐 嗯 二少爷 小姐 哎 我说什么来着 这顾家的大少爷已经自身难保了 你说什么呢 哎 各位大哥听我一句 你们的情况啊掌柜都跟我说了 同是生意人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这退货啊还真不至于 什么不至于 现在整个连安城 谁不知道你们家出事了 一听是你们那儿的话 都说不吉利 全绕着走 要真敢上行情不济 我们也就不说什么了 可你们得罪的是郡王 大家都说顾家要完了 损毁封关这事本来不假 可要说因为这事 我们偌大的顾府就完了 怎么可能 你可别叫胡我们 那你们也是老前辈了 这种落井下石 恶意打压对手的事情 见得还少吗 不管这是是真是假 总归是触眉头 我还是那句话 今天我们过来就是退货了 退货 好 要退货是吧 那咱们就得按规矩来办事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们手上的库存里 有瑕疵品吗 没有啊 那自然损耗和公益较刺的呢 没有 那我也没有 按照咱们之前的买卖合同 只要是质量没问题 做工没问题 一概不退不换 如果你们非要退换的话 那就只能按额扣违约的钱 按我说大家都是老熟人了 何必把事情闹得这么僵呢 其实我们早就想好了应对方案 只不过这几天府内事务繁忙 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 哦 对 大少爷之所以今天没过来 也是忙着跟其他阴楼沟通这事呢 什么应对方案 说来听听 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方案啊还没有实施过 所以解释起来比较吃力 俗话说得好 百文不如一件嘛 一会儿我稍做一下准备 用本店做个示范 各位不妨留下来亲眼看看效果 这样你们也就放心了 那要不 好 那我们就亲眼看看这新的买卖法子 是不是真的奏效 对 对 好 大少爷 大少爷醒醒啊 醒醒啊 大少爷 成家的人来了 就在那个正厅候着呢 哪个成家 千语小姐家的 千语小姐家的 老神见过大少爷 老神姓柳 是一直跟着城府老太太的 请坐 我们老爷听说顾府出了事 十分关心 派老神来看看 有什么需要帮衬的 柳嬷嬷一路辛苦 请待我谢过陈伯父 顾府与城府本是市角 顾家有难 成家没有隔岸观火的道理 我们老爷说 千语小姐和颜希少爷青梅竹马 用门当户对 若是能洗劫连礼 自然是一桩美事 奉差一半的赔偿 只当我们给千语小姐 以后的陪嫁 成府愿与顾府一并承担 成伯父的好意我心领了 此情恩重如山 言惜无以为报 只是在我心里 我始终将千语 当作自己的亲妹妹 娶了她 就是辜负了她 也辜负了成伯父代我的恩情 小姐 你快看看谁来了 嬷嬷 小姐 你怎么了 是不是大少爷欺负你了 去去去 嬷嬷来迟了 小姐受委屈了 快跟嬷嬷说说 怎么了 来 这个大少爷太荒唐了 之前 我也以为她只是心疼 这个失散多年的妹妹 所以我也真心待她好 什么事情都同她分享 现在想来 我觉得我就像一个傻子一样 怪不得她连丹淑铁券 也宁可不要 什么意思 老爷托我带话过来 只要两家亲事一定 丹淑铁券就是你的嫁重 若只以故府的财力偿还赔款 故府免不了败落的下场 您就算不为自己想想 也要为老夫人 为其他人着想呀 那我就更不能接受 程伯父的好意了 顾驾落难 我不能让千语跟着我一起受苦 也不能让你们城府 为我的过失买单 大少爷不用担心罪责 是这样 我们程家先祖 曾无意中救过先皇 先皇欲赐丹淑铁券 能免牢狱之灾 老爷本想留着一杯不食之许 现在老爷命我将丹淑铁券带了过来 如果顾驾有需要 我们老爷愿意鼎力相助 顾少爷您先别急着拒绝 一切等老夫人醒来之后再做定夺 也不迟啊 我心意已决 萌萌你先休息 我有事先走了 我心想这事情紧急 老夫人又昏迷着 登门时便与她顾少爷提了 想不到 人家一副冷脸回绝了 原来是这样 她为了那个野丫头 真的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顾 嬷嬷 我不甘心 为什么她心里的那个人 不是我 我明明那么努力 我到底哪里比不上她 嬷嬷知道小姐心里难受 只是懦弱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既然你还想得到 就努力争取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嬷嬷 你教教我 你教教我该怎么做 嬷嬷 她怎么来了 她是 嬷嬷不要理她 她也是个骗子 嬷嬷 我承认之前是我不对 但我不是存心要瞒你的 但凡我要是有半点私信的话 我 我 我就天打武力轰 你走吧 我不想听你说的 我 嬷嬷 嬷嬷 我 我错了 你走之后 我深刻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 不管有什么原因 我都不应该骗你 你就原谅我吧 好 我 我明白了 这事确实是伤着你了 道歉的话说得再多 也是于事无补 所以我决定 我在你的门口 打自己五十八掌 直到你消气为止 太累了 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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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再来说 再来说 你骗我 这 这么快就出来了 你堂堂一个大夫 在府里耍赖撒泼 你 你不害臊吗 我 哎呀 千语 你就 你就原谅我吧 我 我现在也知道你生气 这 这些事我都可以解释的 要不咱们进去说 哎 不 不必了 哎 千语 千语 你就原谅我吧 你要是不原谅我 我就待这儿哪儿都不去了 我就赖这儿了 你放开 你是一个大夫 不去给病人看病治病就算了 还守在我门口 这像话吗 你快走吧 不然 我叫人撵走你啊 别别别 我来这儿就是专门给人看病治病的 这府上的病人可多了 就比如 这 这位姐姐 你看她 眼底发黑 嘴唇干裂 面无血色 你这是明显的唏嘘之状啊 要是不治你就完了呀 真的那么严重啊 特别严重 能治吗 可以治 要钱吗 当然要不要钱不要钱 全部免费 那我呢 帮我也看看吧 你这个女张嘴 伸舌头 我从已几十年 第一次见到这么严重的舌头 你这可是要办后世的前兆啊 那我怎么办呢 你这个包在我身上 一副药的事儿 全给你治好 那我吃什么药啊 我 快来快来 余大夫免费给大家吃惊了 真的吗 我管你 快点 余大夫免费给人中啊 你帮我看看 别别别别 别急别急 大家都能看大家都能看 千语 千语等等我 看完我就回来了 余大夫 余大夫 先帮我吧 余大夫 瞧一瞧啊 看一看 夜市节大优惠 小不在大促销 补偿所聚 快来看一看啦 快来看一看 来来来 看样子什么 怎么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节日啊 姑娘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月神呢 是跟月老一样掌管姻缘的 只不过知道他的人不多 月神呢 在他诞辰这一天 会把祝福放在福袋里 在这一天受到祝福的情侣 都会得到幸福哦 那这福袋里都有什么呀 请 什么呀 什么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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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啊 和田玉 孔雀手镯 千年车群 金蝉子 七彩玛瑙 帝王而坠 总共十六件啊 只卖二两 才卖二两 就卖二两 这不是原来要一百两的吗 就卖二两 我要买我要买我要买 多好玩的呀 在里面呢 里面请啊 里面请啊里面请 里面的更好 来来来来 别急别急 大家往里走啊 往里面走 来来来来 往里走啊 往里请啊 往里走啊 里面还有更多好玩的 好看的 这么多 这个给你 看看这个 这个还挺好看的 生意可以啊 是啊 你看 这会儿就来这么多人 这还真不错 所以说是国家生有 还是有原因的 对 各位看看 这是我们今天的销售账册 各位掌柜的 顾家的实力 想必各位今天也看清了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机 我们都是有办法解决的 既然各位当初选择了 跟顾家合作 那么希望各位今后 也能继续信任顾家 二少爷 我们相信顾家的实力 不过 你我心里都清楚 凤冠的事解决不了 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哪 只要掌柜们给顾家一些时间 我们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结果 行吧 这些年顾家也没亏待过我们 我们愿意再等一等 只不过宠话又说在前头 我们毕竟是生意人 看的还是实实在在的结果 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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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